相信很多的觀眾朋友 如果今天出門在外 應該多覺得外頭天氣 真的是很熱 熱熱熱 這樣的一個字 可是到底會不會有颱風 很多人都在問 我們先帶大家 趕快從衛星雲圖來看一下 很多人就說現在台美颱風 這個未來它的一個形成位置 究竟在哪裡 如果從衛星雲圖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下面這邊的這一坨 就是目前的熱帶性的低氣壓 而且現在這一坨的熱帶性低氣壓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環流 是相當的寬廣 也持續在整合的當中 所以預期最快在今天的晚上 就會變成今年第20號 台美颱風 一旦它形成颱風之後 未來目前按照各國模式來說的話 會是持續的先朝西 往菲律賓的方向來前進 但是前進的過程 它距離台灣的遠近 恐怕就會對於台灣接下來 後半週的天氣 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我們這一步 先從影響時序帶大家來看 其實從影響時序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 黃色目前這一條的路徑 就是氣壽署現在 針對於這個準台美颱風 它的官方路徑 什麼時候將會是這個準台美颱風 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 落在禮拜五到禮拜六 禮拜五這一天的話 將會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整個颱風的包風圈 最開入境台灣海景線的時候 所以很多人就在問 到底會不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以目前的這一條路徑 來是說的話 是並不會的 不過要提醒的就是未來 它還是持續有偏北的可能性 一旦如果它未來路徑 再更往北來偏的話 恐怕就會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且接下來除了此之外 雨區又會怎麼變化 從明天開始要特別注意的 好天氣恐怕只會到明天的白天 明天開始到禮拜三 東北季風就會逐步增強下來 到時候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都會開始轉為有雨的天氣形態 到了禮拜四 禮拜五 要留意了東北季風 再加上我們剛剛說到了 環流相當寬廣的情況之下 整個外圍營區帶上來之後 包括了北海岸 宜蘭 局部 都是會有豪雨的情況發生 尤其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目前按照這一條路徑來說的話 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在基隆 宜蘭還有花蓮 恐怕都是會有豪雨以上等級的降雨 因此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特別來注意 未來幾天的天氣變化 這個禮拜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究竟會不會有颱風來侵襲台灣 我們透過衛星運圖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這個台美颱風它的位置在哪裡 就在這個地方 目前它還是一個熱帶性的低氣 預計在最快今天晚上 它就有可能會生成 今年20號的台美颱風 而且大家從雲圖當中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外圍環流雲系 是相當的寬廣 也因此預期接下來未來持續 朝菲律賓持續往前走的過程當中 其實這些水氣 都會帶過來影響到台灣 因此要提醒大家 從這個禮拜開始 尤其在禮拜三過後 天氣上面都會較為的不好 我們進一步 就從美歐的模式帶大家來看 為什麼大家會說究竟這個颱風 對台灣的影響又會是如何 因為原本歐洲模式預期 它會是一個比較偏 台灣的東邊海面 再往上來走的過程 所以昨天大家很多人 都非常的害怕跟擔心 但是現在看起來 整個負熱帶高壓 照為強勢的情況之下 預期它會往的就是菲律賓 穿過去之後進入到南海 但是它距離台灣 還是來得比較近一點 也不排除會發海上颱風警報 但是美國來說的話 美國則是認為了 它雖然會未來穿過菲律賓 持續往南海前進 但是它距離台灣是較為的遠 也因此對台灣的影響程度 會稍微的減輕一些 不過因為現在看起來 後頭的天氣狀況 以及它的路徑都還是有變數 所以降雨的情形 都還是會有變化的 我們進一步 就從未來的雨區帶大家來看 從明天開始 尤其明天晚上開始 新的一波東北季風 就會逐步的增強下來 所以在整個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要特別留意 會局部開始出現 陣雨的情形發生 禮拜四 禮拜五要注意了 因為東北季風 再加上我們剛剛所說的 整個颱風的外圍環流的雲性 是相當的寬廣 所以兩個加乘之下 特別在宜蘭的山區 可能是會出現局部好雨 另外在北海岸 也不能夠掉以輕心 最後一個要提醒大家 特別擔心的 要留意的 就是在禮拜六跟禮拜天 禮拜六 禮拜天 目前可以看起來 將會是台灣的颱風 整個外圍環流雲性 持續影響之下 所以包括了 像是在北部東半部地區 雨是看起來會明顯多很多的 另外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花蓮 要留意還是會有 局部好雨的現象發生 不過目前可以看到 禮拜四到禮拜日的 這個雨區的變化 最主要是按照 目前氣象署這一條的路徑 來去做預估的 如果未來路徑更為北轉 在北偏一些 恐怕整個降雨的情況 都還會再持續的掙扎下去 這個熱帶性D7R 它的強度是逐漸的增強當中 預計這個熱帶性D7R 在今天入夜到深夜這段時間 就會形成我們下一個颱風 熱帶性D7RTD24雲系旋轉結構 越來越明顯 將成為今年第20號颱風 颱美對台威脅不容小覷 未來行程之後 會先朝向西北到西北溪這邊方向前進 然後到了菲律賓東方進海之後 轉西通過旅宋島 然後進入到南海 以目前中央氣象署的路徑預報來看 准颱美颱風 並不會直接登陸台灣 反而會直接穿越旅宋島 不過看看其他國家的預估 歐洲模式路徑往西後 有可能會北轉 至於美國模式 日本氣象廳 則是預估會通過旅宋島 受到它的南邊跟北邊的 導引氣流的一個影響 現在看起來就是 這個導引氣流 把台風帶往南海這邊的機率 整個模擬的數量是越來越多了 從AI模式來看 微軟預測路徑 同樣是走菲律賓這邊 但Google則是預測 它在西進後可能北轉 雖然未來路徑變數還很大 但氣象鼠說加上東北季風影響 預估週四後一直到週日 北部東半部降雨情況會非常明顯 不過AI模式也預估 不排除會有另一個颱風發展 影響譚美 所以我們現在立刻來透過微星圓圖帶你來看到 目前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有個熱帶性低氣壓在最快 今天就會形成颱風 今年的第20號颱風名字叫做 彈美 那你現在可以透過微星圓圖看到 它現在外圍的雲系寬廣還持續在整合當中 而距離台灣的位置是在 而然比東南方大約一千六百公里左右 目前預測它是往西 也就是朝菲律賓方向前進 但一旦越來越靠近台灣 水氣就會明顯增加 所以要把握今天跟明天的兩天好天氣了 那各國的模式預測又是如何呢 我們透過大家來看到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這條紅色的 也就是歐洲模式 因為昨天歐洲模式其實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擔心 原本歐洲模式預測是 它在往這一個菲律賓的過程當中 會北轉到台灣 影響嚴重的話程度會比較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最新的這個模式預測 也發現它是往菲律賓通過 然後進入到南海 那包含您看到的 美國模式也是如此 但是現在歐洲跟美國 一個是比較偏北方 一個有稍微在往南下壓 所以關鍵點就是在跟台灣距離的遠近 就會是影響的程度的重點觀察 那現在看起來週五 週六 週日 這三天是距離台灣最接近的時候 還有一個觀察重點是週三跟週四 它會不會北轉還是持續往西 也就是通過菲律賓來到南海 這就是一個觀察的重點了 但今天的天氣不受到影響 而是東北季風減弱 現在水氣也不多 那一週的天氣 台灣會如何受到颱風的影響呢 我們帶來看到是要提醒大家 週二晚上到週四 其實又有一波東北季風增強了 所以您可以看到北部 還有東半部這個迎風面的話 降雨就會比較明顯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就是週五 週六 週日 您可以看到北部還有東半部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降雨是明顯的 所以觀察的重點 還有就是颱風跟台灣之間的遠近關係 那提醒大家是週末天氣比較不穩定 變化也比較大 還有 週三開始 其實像是包含北部還有東半部 降雨都會比較明顯 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準備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資訊提供給您 入秋後氣溫跟著轉涼 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降溫有感 而水氣增加 北部東北部地區 這幾天也都吃大大 目前它所處的環境條件還算不錯 所以也預估可能在 今天就有機會發展成颱風的一個情況 至於它未來 因為它是慢慢的以比較偏西 到西北溪的方向移動 也預估在24、25號之後 其實它整個環流是比較靠近我們台灣 沒有錯 又有颱風要來了 熱帶性低起壓TD24 最快將在今天 升成為今年第20號颱風彈美 因為和山陀爾同樣為秋台 不確定性高 影響恐怕也更激烈 從目前歐洲模式預測來看 原先路徑是偏北 可能影響台灣 但現在收收往南修 而美國模式則是預測會從菲律賓通過 日本模式同樣偏北 然後為了移動的路徑比較偏向是 沿著旅宋島這個地方去移動 那屆時它當然是為台灣附近 帶來比較明顯的降雨 尤其是剛剛我們在定量降水預報圖上看到 在東半部地區可能降雨會比較明顯 尤其是宜蘭的山區 目前清朝雄也認為變數還很大 但很可能是在周五周六這兩天 帶來明顯雨勢 尤其在北部東部更是躲不掉 但現在也有人在討論 譚美有沒有可能和山陀兒走同樣的路 從AI模式來看 微軟預測路徑 同樣是走菲律賓這邊 但顧哥則是預測 他在襲警後可能北轉 秋台來勢洶洶 雖然目前預估可能打青台上線 但也不容進步 動森新聞 以後繼續吳財前隨歡 Terry報導 其實才剛過完一個溼涼的週末 很多北部地區跟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今天走在外面會覺得 天氣上面感受蠻熱的 真的會有颱風要生成 以及即將要靠近到台灣嗎 其實要告訴大家的 就是以現在台灣的環境場當中 在菲律賓東方的海面上 目前就有熱帶系統正在醞釀當中 而且不排除最快在今天的下半天 就會生成今年第20號的彈美颱風 我們先透過這樣的一個 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帶大家一起來看 現在這個所謂的熱帶性地氣 TD24在哪裡 目前它的位置就在菲律賓東方 距離台灣鵝然比 有將近1600公里 而且你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環境場條件 也是相當的不錯 所以這個所謂的一個熱帶系統 可以看到它的一個外圍的雲系 可以說是非常的寬廣 而且也都在持續的整合當中 因此接下來 再持續靠近台灣的過程 要提醒的就是水氣 就會明顯爭奪起來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 就是今天到明天 這兩天比較好的天氣了 我們進一步 就要從各國模式帶大家來看 因為從昨天開始 很多人就很緊張 最主要就是我們看到紅色的這一條 紅色這一條的歐洲模式 在昨天的時候一度 它是認為會從台灣這邊一帶 從菲律賓的北邊開始一路北轉 甚至不排除會靠近台灣的東部陸地 所以很多人就很緊張說 這個紅胎到底會不會來 而且影響時間恐怕就是落在 這個禮拜的周末會影響到台灣 也是最接近台灣的時候 但是目前看起來現在 這整個一個負熱帶的高壓 它的勢力預期都還是會來得比較強勢 所以各國的模式在今天來說的話 都認為它會是從整個菲律賓的持續 來通過進入到南海 只是對於台灣來說的話 就是距離台灣的遠近 恐怕就會影響到 它所帶來的一個水氣的影響 所以這是我們後續要持續 為大家來做觀察的 這一步目前氣象署的看法 又會是如何 從氣象署的潛視預測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氣象署認為說 這個颱風 它接下來在禮拜三 禮拜四 它會有一個北轉的分量來出現 但是一北轉之後 後期的高壓比較強勢的情況之下 還是會持續的往西來去做移動 最接近台灣的時候 就落在禮拜五 禮拜六到禮拜天 所以從週五 週六到週日 將會是整個颱風 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 但是也不排除 如果說後期這個高壓 並沒有想像中 來得這麼強勢的話 整個的一個颱風 就有可能持續的 是有北轉的情況來發生 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未來的天氣 都還是要是這個颱風 生成之後它的路徑變化 來做影響 我們進一步來看 未來這幾天 整個天氣狀況 又會是如何 禮拜一到明天白天的話 將會是天氣比較好的 主要降雨都是在颱風面 大概就是北部東半部 局部有一些短暫的降雨 比較明顯的變化 要從禮拜二的晚上 東北季風又會逐步的增強下來 到禮拜四水氣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降雨熱區就是在基隆北岸 還有在宜蘭的地區 不過要提醒大家留意的 就是在週末了 禮拜五到禮拜天 將會是這整個熱帶系統 最接近台灣的時候 所以不排除它會帶來一些外圍的水氣 而且整個水氣以及雨區的變化 就要看颱風距離台灣的遠近影響 來去做判斷 所以要提醒大家 尤其接下來從禮拜三開始 其實整個北部跟東半部降雨情況 是會比較多比較明顯的 一定要特別的提前做好準備 以上是點最新 此刻已經是週一深夜了 來關心氣象 這準台美颱風 其實是在週日的下午2點 菲律賓東方外海 已經生成為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那麼因為海溫條件足夠 再加上垂直風切又小 所以接下來預估是在今天的下半天 就可能成為今年第20號颱風 叫做談美颱風 這是以越南命名 而短期它會朝著台灣過來嗎 那麼現在看起來 因為路徑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我們看到下一張圖表資料來告訴您 您看到其實接下來 在禮拜一的時候 預估它就會發展成為一個颱風了 那麼到禮拜三這個時間點的話 接下來路徑很有可能會往台灣來 或者是朝著菲律賓過去 這黃色底色線並不是它的大小 而是指它很有可能在這範圍當中移動 所以看得出來 接下來它的路徑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另外也要關注 當它經過這巴士海峽的時候 它的外圍環流會不會跟東北季風河流 造成了所謂的共辦效應 一旦共辦效應出現的話 那麼迎風面的包括北部 東半部降雨就會非常可觀 目前它的風速已經來到了中心 來到每秒15公尺 達到17公尺就會變成一個颱風了 那麼接下來它的路徑影響到台灣的降雨 我們都透過歐美模式預測來看看 目前看起來各國的模式預測相當分歧 你看到美國模式認為 它應該會朝著旅宋島前進 甚至是穿過著菲律賓 那麼距離台灣還有一段距離的話 影響就沒有那麼大了 不過你看到歐洲模式就可怕了 因為歐洲模式目前看起來預估會朝著台灣而來 關鍵就是剛剛蘊涵提到了 禮拜三看著準台美颱風到時候的走勢 就可以知道會不會朝台灣鋪來 而目前以氣象鼠的圖資看起來 很有可能會是出現這共辦的現象嗎 我們看到最新圖資可以發現 週一週二白天因為受到東北季風減弱影響 所以降雨逐漸趨緩 不過到了禮拜二的晚間 東北季風又在增強了 迎風面的北東地區要感受上 這雨就變多了 而北部的溫度低溫也會來到22度 至於在禮拜五到禮拜日這段時間相當關鍵 如果這準台美颱風影響的話 那看到北東地區 目前估計可能的迎風面降雨會非常可觀 也提醒觀眾朋友持續鎖定東森氣象 掌握最新訊息了